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犯下這樣的罪行會有什麼後果呢 就是在下一次沒有間隔的墮入無間地獄中 所以這個忤逆罪它的這個夜暴是很可怕的 次事墮入無間地獄 那忤逆罪都是從這個牲口所做 所以忤逆罪哪幾種是牲所做 哪幾種是牲所做呢 第一個是沙母 這個沙葉是屬於生三二之一 那像忤逆罪裡面屬於這個沙生的 包括沙母、沙父、沙阿羅漢 前三種這個都是屬於生葉所造 第四個破合合生 這個是屬於生葉還是羽葉呢 這個是破合合生是屬於羽葉啦 第五個出佛生血這個是屬於生葉 所以這個忤逆罪啊它有這麼嚴重的一個果報啊 它是由生羽葉所造啊 所以說這個生羽葉是決定真實啊 它比異葉還重啊 第二個理由啊我們必須要靠生羽才能夠承辦事情 比如說這個人他發起心念啊要殺這個眾生 需要藉由這個生葉 生葉就是自己去做 或者是羽葉是叫他人去做 才能夠承辦殺生事啊 並不是僅僅藉由異葉啊就能夠殺生啊 就是說你光是起心動念想要對方死啊 這個是沒有辦法達成嘛 一定要發為生的實際的這個行動以及羽葉啊 去叫他來做 這是就二葉來說啦 光是發心啊沒有辦法這個成就殺生葉啊 那以三葉來講啊 也並不是說我發心啊 我就能夠建起塔式啊 建塔式這個是屬於四種犯福德之一 經中正義阿含經第二十九品第三經講到有四種犯福德啊 講到說四種能夠升起像犯天福德這樣子的葉 第一個就是在未成起塔處啊去建塔 第二個是修建這個舊的寺院啊 第三個是使生眾和和啊 第四個是在佛成道的時候勤轉法輪啊 所以像這個善法善業啊 也不是光發心就能夠成就啦 一定要有實際的行動 第三個理由 第三個理由 如果沒有生與葉啊 如果沒有生與葉啊 就是說這個生沒有做與沒有行啊 只有異葉的話就沒有果報啊 例如人發起心念說 我將要布施 雖然有這樣的發心 可是實際上他沒有發心 沒有這個布施的作為 那沒有布施的作為啊 就沒有布施的福德啦 光是發心沒有實際的布施的作為 是不能得到布施的福德 第四個理由跟第三個理由也是相同的意思啊 並不是僅僅根據願望就能夠使事情得以成辦啊 例如人他發願啊 要做大布施會啊 他雖然發心 可是事實上啊 他卻並沒有去布施 因此啊 他就沒有布施會的福德啊 一般來說是這樣啦 那如果說這個心葉啊 比牲口葉還要重大的話 那他光發心 他就可以得到布施的福德 這樣一來葉包就錯亂了啦 所以這裡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異葉啊 比生羽葉還要重大的話 僅僅是靠著這個發心啊 沒有實際的布施的作為啊 就得到布施的果報 這樣是不合理的啦 這樣子的話 葉跟果報的關係啊 就會錯亂了 第五個理由 戒律中沒有異的犯罪 如果異葉重大的話 那為什麼沒有去制定這個異的戒律呢 像戒律都是針對牲口而制定的戒條嘛 他沒有針對異葉來制定戒條啊 所以從這個戒律的制定啊 所以從這個戒律的制定啊 可以知道 生羽葉啊 是比異葉還要嚴重的啊 關於生羽葉比異葉還要重大的第六個理由 如果發起心念就得到福德的話 福德就是很容易獲得的 行者為什麼要捨棄這個容易的葉 而做布施這些難行的葉呢 這裡的意思是說啊 如果異葉比生羽葉還要重大 那這樣子發心啊 就可以得福嘛 發心就是異葉啊 發心就比這個實際的這個牲口行為啊 更重大就可以得到福德了 那麼我們就不需要那麼累啊 去做實際的布施等善行啊 只要發心就好了 第七個理由啊 如果異葉比生羽葉重大的話 福德就沒有窮盡了 例如人啊 他緊緊發起心念啊 他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啊 有什麼可窮盡呢 由於財務有限量的緣故 因此福德可窮盡 這裡的意思是說啊 如果異葉是最重大的 那我們發心啊 可以這個一直發心嘛 發心可以沒有窮盡啊 所以發心所得的福德啊 也可以沒有窮盡 可是我們布施的話 我們所有的這個能夠拿來 布施的財務是有限量的啊 所以我們實際布施啊 所得到的福德啊 他也是有限的啊 這個福德是有窮盡的 所以他的意思跟前面第六點一樣啊 就是說發心就可以得到福德啊 這麼容易啊 那就不用去做這些實際的這些善行了 第八個理由 並不是僅僅發起心念 就能夠損腦利益他人 例如啊 這個對於飢渴的眾生啊 我們要實際的去提供飲食 並不是說哦 我們這個發心啊 就能夠除去對方的飢渴啊 這裡的意思是說啊 生業跟雨業啊 才能夠真正的去損腦利益 其他的眾生啊 因此生與業啊 其實是比異業更重大 第九個理由 如果異業最重大 世間人的衰損和利益啊 就太超過了 以這個異業的這種惡來說啊 像我們的心啊 都是清造難以制服的 這個內心是無惡不起啊 那如果說異業最重大 我們的內心這樣子無惡不起啊 自己就會受到嚴重的衰損啊 就是說他會得到的這個抱很大 那我們起善心啊 想要造作服業啊 那因為這個異業最重大 所以自己得到很大的利益啊 這樣子就太超過了啦 這裡的意思是說啊 一起惡念就得到大衰損 一起善念就得到大利益啊 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啊 第十個理由 如果異業啊 比生育業更重大 那才一發心啊 想要殺生啊 就可以墮入地獄啊 這樣一來 雖然長久休息戒等 又有什麼利益呢 這裡的意思是說啊 如果異業啊 比這個生育業還嚴重啊 慈戒有什麼用處啊 慈戒就沒有什麼用處啦 因為這個慈戒是針對 生育餓與肆餓而制止啊 沒有針對醫業啊 第十一個理由 修行慈戒這些善功德啊 沒有辦法得到安穩 為什麼呢 因為啊 僅僅一發起心念啊 就得到醉疚了 就是說因為這個發心 它是屬於異業嘛 它的這個業行 比生育業更重大啦 所以一發心就得到這個醉疚啊 所以持這些牲口的戒 就沒有不得安穩了啦 第十二個理由 經中說 生育業啊 它是粗重的 因此先斷除 由於斷除粗煩惱的緣故 而得到心定 這裏的意思是說啊 這裏是要表明說這個生育業啊 它是比異業還要重啦 因此先斷除 這種嚴重的先斷除啊 比較不嚴重的是後面斷啊 那先斷生育業嘛 所以這個生育業比異業更嚴重 第十三點 如果說這個異業啊 是比生育業更嚴重的話 那一起銀心啊 就等於是已經行銀了啊 就等於是犯戒啦 如果發起銀心不稱為銀的話 離開銀心還有什麼法稱為銀呢 所以這裏的意思是說啊 這個所謂的銀啊 是指男女二根合合啊 光起銀心不叫做銀 不犯銀戒啊 所以這個生育業是比異業還要重啊 意思是說發銀心不算是犯銀戒啦 那這個要生去造這個 男女二根合合的業才叫做犯銀戒 所以生育業比異業還要嚴重 第十四個理由 所造作的業都是藉由生育不藉由異業 例如欺騙他人必定藉由與業得到妄與罪 就是說實際上要去 這個有生口的行動啊 才會得到罪啦 第十五個理由 在第一百品三頁品啊 講到啊 有四種姻緣啊 劇組才能夠得到殺生罪 那四個條件呢 第一個要實際上有這個眾生啊 第二個是有眾生想 就是說認為是這個眾生 認為我現在要殺張三嘛 那這個要有張三這個人 那我在殺他的時候啊 我也要知道這個是張三啊 然後我有想要殺張三的心 然後呢我斷絕張三的性命 根據這四個條件而成立殺生罪 應當知道不以異業為重大 所以在這四個條件中啊 第三個是屬於異業嘛 那殺罪成立不是光僅靠異業成立啊 不是有這個想殺的異業就成立啦 要有這個生的實際的斷命的行為啊 要有這個眾生 所以並不是異業最重大 第十六點 第十六個理由 佛在經中說 如果嬰孩從出生就休息池 能生起異業、思願異業嗎? 所以在這個反方來看啊 這個休息池的這個嬰孩啊 不能生起異業、不能思願異業 這個惡業啊 是指生口業啊 而不是異業啊 所以下面說 由此可知 為生業和羽業啊 是惡並非異業 所以反方講出 提出這十六個理由啊 認為生與業比異業還重大 那陳時論是主張異業最重大啦 所以現在針對反方所舉的理由啊 一一的加以反駁 針對第一點啊 反方說 生與業重大 並非異業 這種說法不正確 為什麼呢? 第一點 在經中佛說 心是法的根本 心是尊聖的 心是能主導的 心思念善和惡啊 就語言啊 就行動啊 那根據這樣的經文啊 就可以證明 異業是最重大的 經文 我在講義後面有附錄出來 我們先翻開這個第一則經文 出自爭議阿含經第五十二品第七經 地點在社衛國奇數幾孤獨園 社衛國其實是這個 他的這個都城的名稱啊 國名叫做焦薩羅國 國王叫做波斯尼王 波斯尼王前往至世尊處所 頭面禮足在一邊坐 這時波斯尼王對世尊說 布施之家啊 當布施於何處 當布施於什麼地方呢? 這是指說啊 這個我們布施啊 要布施給什麼樣的對象呢? 佛陀回答說啊 隨著你內心所歡喜啊 便布施給對方 波斯尼王又問說 到底是要布施給什麼對象 能夠得到大功德呢? 佛陀說 你先前問啊 應當布施給哪一種對象啊 現在又問所獲得的這個福德啊 國王說啊 我現在問如來 到底要布施給什麼對象 而能夠獲得功德呢? 佛陀就說啊 我現在反問你 你隨著你的喜好啊 再來回答我 如何呢? 大王 如果有岔地利子 婆羅門子前來 然而他們餘獲無所知 心意錯亂啊 他這個心意不定啊 來到國王這裡 而問國王說 我們當供奉聖王 提供這個國王 就是說隨時提供國王所需 如何呢? 他說大王 需要這個人在你的左右嗎? 國王回答說 不需要 為什麼呢? 由於這個人啊 沒有結會 心事不定 不堪厚外敵之所至 就是說 這樣的人啊 他不能這個偵查 後世偵查的意思啊 不能夠偵查外敵的這個 不能夠偵查外敵啊 佛陀就說 如何呢? 大王 你會接受這樣的人嗎? 國王就說 國王就說啊 是的啊 我們啊 會接受這樣的人 之所以如此 因為啊 這個人啊 他能夠 偵查外敵 沒有畏懼 沒有畏難啊 也不恐懼 佛陀就說啊 現在比丘也是這個樣子 六根玩具 捨棄五 成就六 守護一 降伏四 布施這樣的人 或伏最多 國王就說啊 什麼是比丘捨棄五 舍棄五法 成就六法 守護一法 降伏四法呢 佛陀就說啊 與此比丘 他能夠捨棄 捨棄五蓋啦 貪欲蓋 稱慧蓋 睡眠蓋 吊就是指吊舉 還有移毀 像這樣啊 叫做捨棄五法 什麼是比丘成就六法呢? 國王啊 您當知道 當比丘建設啊 不起設想 以此啊 守護眼根 除去惡不善念 而守護眼根 對於這個 惡 惡 鼻 舌 聲啊 也是這樣啊 對於意也是這樣 意不起意識 而護意根 像這樣 比丘成就六法 什麼是比丘守護一法呢? 這個比丘啊 信念在前 像這樣啊 比丘守護一法 什麼是比丘降伏四法呢? 此比丘啊 能夠降伏 深魔 深魔又譯為五韻魔啊 範文 史堪達 它有基劇的意思 所以我們古德把它翻成韻 那它除了基劇的意思之外 它還有身體的意思 所以五韻魔又被翻譯成深魔 比丘能夠降伏四魔啊 就包含五韻魔 玉魔 死魔 天魔 全部都把它降伏 像這樣啊 比丘降伏四種魔 像這樣啊 大王 捨棄五法 成就六法 守護一法 降伏四法 不失這樣的人 獲得的福德是難以估量的啊 邪見與邊見相應 像這樣的人啊 不失給他是沒有利益的 這時啊 國王就說 是的啊 不失這樣的人 就是剛才講的這個 蛇五成六 護一祥四的人啊 這個不失福德是難以估量的 凡是比丘啊 成就一法 福德啊 那尚且難以估量 何況成就其他法呢 這什麼是一法呢 也就是深念醋啊 之所以如此啊 倪前子 這個是齊納教的祖師啊 他總是濟值身行啊 他不濟值口行跟義行 就是說在齊納教的思想裡面啊 這個深口義三夜之中啊 這個深夜最重啊 然後這個義夜最輕 佛陀就說 尼前子啊 他是很這個愚惑的啊 心意常錯亂 心事不定啊 是他的這個 失誠之法的緣故啊 導致這樣的言論 他受深行之報 口行之報啊 尚且不必去說啊 這個義行啊 是沒有形象的 他是沒辦法見到的啊 國王就說 深與義三行中 哪一個最重呢 是深行嗎 是口行嗎 是義行嗎 佛陀說啊 這三行中 義行最重啊 口行 深行啊 實在是不必說啊 不值得去說 所以佛陀的看法 跟倪前子不一樣啊 國王就說 根據什麼理由的緣故 說這個念義最為第一呢 佛陀就說啊 人所行 先有意念 然後口發 口發之後啊 這個身體啊 就去行殺到營 舌根不定啊 也沒有端序 端序就是指想法啊 就說我們這個舌頭 是沒有想法的 即使 彼人命中啊 他的生根和舌頭存在 這個人啊 為什麼 牲口不有所設 就是說 牲口沒有活動呢 就是說一個人死了 他的生 剛死嘛 這個生根舌根都還在啊 那為什麼不活動呢 國王回答說 這是因為那個人已經沒有藝根了啊 所以才會這樣子 佛陀就說啊 當以此方便啊 知道藝根是最為重大的 牲口業啊 是清的 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藝的話 這個牲口就不能行動了啊 這時啊 世尊就說了這樣的祭頌 心是法的根本啊 心是尊聖的 心能夠主使啊 心去思念惡啊 心是諸法的根本啊 心是尊聖的啊 心能夠主使啊 心啊 念善 心念善 心念善 就能夠去行動 受其善報 這個善報就像影子追隨形體一樣 這時波斯尼王就說 是的 為惡之人 身形惡 隨著他的這個惡行 墮入惡去 佛陀就說 你到底是觀什麼樣的義理 你到底是思維什麼樣的義理 而前來問我 到底是布施給什麼樣的人 能夠獲得更多的福德呢 國王就說 我從前到倪錢子那裡 問倪錢子說 當於何處會施 就是說應該布施給什麼樣的人 倪錢子聽到我所問之後 就去談論其他的事情 而沒有回答我 這時 倪錢子對我說 沙門渠壇這樣子講 布施我 就是指布施佛陀 得福多 布施給其他的人 沒有福 應當布施給我的弟子 不應當布施給其他的人 凡是有人民 布施給我的弟子的 其福德是不可計量的 佛陀就說 在那個時候 你是怎麼樣回應呢 報是回應的意思 國王就說 當時我這樣的思維 或有這樣的道理 會施如來其福德是難以計量的 因此 現在來問佛陀 到底是布施給 何處就是指什麼對象 這個福德是難以計量 然而現在 世尊不稱譽自己 也不毀謗他人 佛陀說 我的口不這樣子說 布施我 得福多 布施給其他人 不得福 到我今日 是這樣子說 布施禪魚 給予其他的人 其福難以計量 以清淨的心 將這些禪食 放入清淨的水中 生起這樣的意念 水中的有形之類 蒙誘無量 就是說 水中的有形之類 都能夠獲得無量的庇佑 何況是人呢 然而 我現在也說 不施給慈戒人 其福難以計量 不施給慈戒人 這個實在是不值得去說 就好像這個田家子 善於治理他的田地 除去慧惡 慧惡就是指雜草 以好的這個古的這個種子 放入糧田中 在這個糧田中 獲得的這個收成 是沒有限量的 也如同這個田家子 他不修置地 不除去雜草 而種下股子 他的收成 實在是不值得去說 現在比丘也是這樣 凡是比丘 捨棄五法 成就六法 守護一法 降伏四法 這樣的人 布施給他的人 他的福德是無法計量的 布施給邪戒之人 實在是不值得去說的 就好像 差地利總姓 婆羅門總姓 一無疑難 能夠降伏外敵 這樣的人 就如同是羅漢之人 婆羅門總姓 一不專定的 他就是如同邪戒之人 布施女王說 布施給慈戒之人 這個福德是難以計量的 至今以後 凡是有來求所的 終究不去違逆他 就說 慈戒人如果要來啟食的話 一定是給他的 凡是勢不知眾 就是指比丘 比丘尼 沙米尼 有所求所的 也不違逆他 隨時給予衣備 飲食 握具 也布施給這些犯行者 佛陀說 你不要這樣子講 為什麼呢 布施畜生之類 其福德難以計量 何況布施給人呢 然而我今日所說 布施給慈戒的人 這個福德難以計量 而並非布施給犯戒人 波斯尼王就說 我今天要再重複的自歸一 所以 世尊殷勤是周到 就是說 乃至於這些外道義學 總是誹謗世尊 而世尊總是去探獄這些外道 外道義學 貪著力養 而如來是不貪力養 國是很多很繁瑣 想要回到所居住的地方 只是指這個居住之處 佛陀就說 你自己知道時候 這時波斯尼王聽聞佛陀所說 歡喜奉行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剛才一起閱讀了 《真一阿含經》第52品第7經 那這篇經文的重點是什麼呢 所以他一開始起頭 是關於布施的問題 關於布施的對象 所以佛陀就在這個經文裡面 佛陀怎麼回答呢 布施的對象 因為何呢 所以這裡佛陀是說 這個隨你高興 隨你當下的這個心情的歡喜 你就布施給對方 所以像這個波斯尼王說 他只要去布施給佛陀子就好 後面有講到嗎 就是這個 這個 布施給這個持戒的人啊 福德難以計量啊 所以我就布施給這個 佛教裡面持戒者啊 這個勢不知眾啊 那佛陀隨答說你不要這樣子講 所以首先針對這個布施的對象 佛陀一開始回答說 根據你當下這個喜悅的心情啊 你就布施給對方 那這裡啊 佛陀又回答說 你不要去挑對象啦 不要去挑對象 物作是說就是說 你不要挑對象 你只針對特定的這個 宗教人士給予布施 不要這樣 因為啊 你布施給畜生啊 這個福德就已經很大了啊 何況布施給人呢 所以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在解說這個 渠壇迷金 渠壇迷是世尊的姨母 他縫製了黃金的袈裟 金鋁袈裟要供養世尊 世尊不接受啊 要他轉布施給其他的生眾啊 那在這個經文裡面講到 布施畜生啊 得福百倍 師不精進人 得福千倍 師精進人 得福百千倍 師離遇外道仙人 得福一百千倍 所以不要小看說 布施給這個畜生啊 他的福德也是很大的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說 關於布施的對象啊 這個不需要去挑對象啊 即使是布施畜生 人都有很大的福德 何況是布施給人呢 但是第三點啊 如果是針對 布施給什麼樣的對象 得的福德是難以計量的話 如果針對這一點來說的話 布施給這個修行有成就者啊 這個福德是難以計量的 而非布施給協見者 而非布施給犯戒者 而非布施給犯戒者 所以關於布施對象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不需要挑對象啊 第二個是如果論到這個福德的大小 那是布施給這個修行成就者福德最多啦 那這個經文除了講布施啊 那這個經文除了講布施啊 另外問題就是針對這個 霓前子 霓前子所主張的 他認為這個生業是最嚴重啊 異業是最輕微 那佛陀說啊 不是這樣 是這個異行最嚴重 那他這裡就說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先有意念啊 才能夠發為生餘啊 如果人啊 他這個死掉啊 雖然他這個生根蛇根還在啊 可是啊 由於沒有異根的緣故啊 這個牲口是沒辦法行動的啊 所以他講了這個祭頌 心是諸法的根本 心是最尊聖的 心能夠主使啊 心去思念善惡啊 他就會化為這個行動 所以這個經文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關於布施的對象 第二個是關於三頁之中哪一頁最重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第二點 由於異差別的緣故 因此生與業有差別 有這個上中下的差別 離開心沒有生與業 對 在陳時論第97品 顧不顧品啊 他針對兩個情況做了 做了這個比較啊 用深厚的煩惱去殺死蟲蟻 跟這個清心殺人 就是不小心殺死人 這兩個情況哪一個比較嚴重 各位認為哪一個 哪一個 業比較重呢 以這種深厚的煩惱去殺死蟲蟻啊 這樣的這個業啊 是比這個不小心殺死人更重啊 所以這裡才講到說 因為異差別 而有生與業的差別啊 同樣都犯了殺生罪啊 可是 是不是以這種深厚的這種 煩惱來造作 它會造成這個 業報的差別 所以 根據這一點 異業較重 再來第三點 經中說故思造作業 必定應當受報 我們之前講故不故品啊 這個故思造作業啊 它是指 事先有意圖 而以決定心造作的業 它有意圖啊 然後造業的心是這個確定的 那 在故不故品講到有四種業 極有積極增長的意思 第一種 作而不及是指 作業之後啊 心裡後悔 或者是 心不去意念它 做了就忘了 第二個是 極而不做 就是自己沒有做 見他人做而欣喜 就是這樣的情況下 自己雖然沒有作業 可是會去積極增長 第三種情況 一做一極 是自己作業 而且內心跟著歡喜 第四種情況 是不做不極 就是自己不作業 見他人做也不歡喜 在這四種裡面啊 有一種是屬於定爆業 是哪一個呢 必定會收到這個果爆的業啊 是第三種 他是屬於定爆業 所以現在經中講到 故事造作業 必定應當受爆 這是針對第三種 一做一極業來講 如果是 作而不及啊 他是不定爆業 或者是不受爆啊 作而不及 不定爆業就是指 他受爆的時段不決定 然後或者說 這個 他是不會受爆 第四點 經文我還沒查到 所以我先跳過去 直接講第五點 慈是屬於異業 經中說 慈心得到大果爆 如經中說 由於我 這是指佛陀啦 佛陀往昔七年修集慈的緣故 因此在七大劫不返回此世間 由此可知 異業是重大的 於是能普遍覆蓋一切世界 這個異業 這個異業就是指這個修辭啊 修辭是屬於異業嘛 然後因為修辭他得到的這個果報啊 很很大很大 這個七節啊 在經中有講到 七節他沒有再回到這個欲界啊 他要嘛是在這個光陰天啊 要嘛是在這個梵天做 在梵天做大梵王嘛 要嘛就是做這個第四天嘛 那如果是回到人間的話啊 就是當這個轉輪聖王啦 所以說這個異業的這個果報啊 修辭的果報啊 能夠普遍覆蓋一切世界啊 就說修辭啊 能夠在後世投身到色界天啊 玉界天啊 乃至於在人間的話 是成為轉輪聖王 而經文附錄在後面 我們看第二則經文 《雜含經》兩百六十四經 地點在社衛國奇數幾孤獨園 這時有某個比丘在禪定中思維 做這樣子想 可有色是長恆不變異正柱嗎 正柱就是指這個恆久存在啊 同樣的這個受想行事 是長恆不變異正柱嗎 齒比丘在布什 也就是黃昏的時候 從禪定起前往造訪佛陀處所 頭面禮竹退坐在一邊 對佛陀說 我在禪中思維 這樣子想 可有色是長恆不變異嗎 同樣的受想行事 是長恆不變異正柱嗎 現在啊 向世尊問 可有色是長恆不變異正柱嗎 可有受想行事 是長恆不變異正柱嗎 這時啊 世尊手裡拿著小土團 對比丘說 你見到我手中的土團嗎 比丘說啊 見到了 佛陀說 比丘啊 像這樣的一點點土啊 在這之中啊 我是不可得的 如果我可得的話 這個土團啊 就是長恆不變異正柱法 我自己意念宿命 長夜休息福 得到種種聖廟可愛果報之事 曾經在七年之中 休息慈心 歷經七節成壞 不返回此事 就是指慾戒 七節啊 在壞節的時候啊 投生到光陰天 光陰天是第二禪的第三天啊 在這七節中啊 當它是晨節的時候啊 我又返回啊 升這個梵天 在空宮殿中啊 做大梵王 沒有人勝過啊 沒有人在我之上 而統領千世界 從此以後啊 又三十六次啊 做第四天 又百千次做轉人聖王 統領四天下 統領四周啊 就是南瞻部周 北巨路周 東聖深周 西牛禍周 以正法制化 七寶具足 七寶就是 倫寶 象寶 馬寶 牟尼寶 玉尼寶 祖葬城寶 祖兵城寶 我有一千個兒子啊 通通都很永健 在四海內啊 這個地是很平鎮的 沒有種種的這個毒刺啊 我不威嚇不脅迫啊 用法來調伏 灌頂王的法則啊 他是有 八萬四千龍象啊 通通用 這個種種的寶物去莊嚴 而 教室 室就是裝室的室啊 寶網覆蓋上面 建立寶床 布煞象王 他是作為這個 導手 在早晨跟黃昏兩個時候啊 自己會集會在宮殿前 我這時候思維啊 這一大群象啊 每天都這樣子往返啊 才死很多的眾生啊 希望讓這 四萬兩千像啊 一百年來一次就好了 即如他所願 八萬四千像中 四萬兩千頭像啊 一百年才會到宮殿前面一次 灌頂王的法則啊 又有八萬四千匹馬 都是以純金 作為他的這個成具 金色的網啊 覆蓋其上 婆羅馬網啊 作為導手 灌頂王的法則啊 有八萬四千 有八萬四千的寶車 這個寶車有四種啊 就是金車、銀車、流離車、婆離車 獅子皮、虎皮、豹皮、豹皮、雜色、青婆羅啊 作為上面的這個襯墊啊 罰球皮、奢爺、難蹄、陰森之車啊 作為他的導手 灌頂王的法則啊 他統領八萬四千層 安穩、風熱、人民赤聖 就是人民很多 居射婆提成為其上手 灌頂王的法則啊 他是有八萬四千宮殿啊 這宮殿有四種啊 所謂這個金銀、流離、婆離、摩尼、流離 由喝而為上手 灌頂王的法則有八萬四千個寶床啊 這個寶床啊四種啊 金銀、流離、婆離 種種種這個真錄、真是獅子品的背錄啊 還有這個 趨驢是指毛織品啊 還有這個踏燈是指毛繫 加鈴、加握具啊 覆蓋在上面 安置單枕 灌頂王的法則啊 有八萬四千衣服啊 這衣服有四種啊 加斯細衣、除魔衣、頭鞠羅衣、居沾婆衣 所以灌頂王的法則有八萬四千玉女啊 所謂差地利女啊 以及四差地利女 就是指非純正的差地利總性啊 比如說婆羅門跟這個差地利和合所生的 所生的這個女兒 她不是純粹的差地利總性 灌頂王的法則有八萬四千輔石 這個影要刪掉 輔是鍋的意思啊 她有八萬四千鍋食物 種種味道具足 八萬四千玉女之中啊 唯以藝人作為這個侍從啊 八萬四千寶衣中啊 只穿著藝衣 八萬四千寶床啊 只躺一床 八萬四千宮殿啊 只處處在一殿中 八萬四千層啊 只居住在一層中 叫做波瑟婆提 八萬四千台寶車中啊 只乘其中一車 叫做皮奢爺難提取沙 坐這個車出乘油關 八萬四千匹寶馬 只乘坐一馬 叫做婆羅赫 他的毛尾是幹色 就是這個紅色帶青啊 八萬四千龍象 只乘一項 叫做布薩陀 其他出乘油關 這是什麼樣的夜報 能夠得到這樣的威德自在呢 這是三種夜的果報 哪三種呢 第一個是布施 第二個是條幅 第三個是修道 所以事實上就是指布施 持戒跟修辭啦 讀這段經文各位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好像似曾相似 有沒有似曾相似的感覺 在邪行品的時候 有講到說這個 可愛跟不可愛的 有沒有這個絕對的特性啊 那誠實論回答說 樂是可愛的特性啊 福報就是樂 所以我們上課有讀到這個 所謂福經 包含真一阿含經 第十品第七經 以及中阿含經 一三八經 福經 那在這個經文裡面啊 這個佛陀說啊 不要畏於福啊 這個福就是樂啊 所以他講到說他曾經啊 長夜做福啊 長夜受這個愛報 曾經七年行職啊 在七反的這個成敗節中 不投身此欲戒啊 這個世間在敗壞的時候 就生恍一天就是光陰天 世間成立的時候啊 就生在泛空天中啊 泛空天中做大飯天 所以這個又三十六次第四天 無量次做岔地利轉輪聖王 那做轉輪聖王的時候啊 擁有多少的這個 這個財物啊 他這邊講的跟剛才的經文內容是一樣的啊 然後講到說 為什麼他有這樣的這個夜報呢 是三種夜的果報 第一個是布施 第二個是條育 第三個是守護 對這個是福經 所以他有講到說啊 這個做福不要厭倦啊 為福莫厭 像剛才講到這個波施逆王 他說他以後只要供養佛弟子就好了 這個其他的外道他不要供養 那佛陀就制止他說 你不要這樣子講啦 這個供養 你去布施給畜生得到的福都很大啊 所以啊佛陀也說這個 你做福啊不要厭倦 不要一下子很容易滿足 像波施逆王啊他跟我一樣投機分子嘛 所以像經文不是講到說 這個 呃布施畜生得福百倍嗎 乃至於布施這個四相四果的聖人 得福不可計量啊 更何況布施給佛陀呢 所以這個波施逆王有一天啊 供養佛陀跟佛弟子啊 說他今天的事情已經成辦了 今天該做的已經做了夠了 佛陀就說你不要這樣子想啊 做福莫厭啊 你不曉得說你這個 呃你 你未來是還有 就是說你這個無死的投身裡面 你的福根本就不夠用了 你不要因為這樣子就容易滿足啊 所以這個布施應當是普施一切對一切眾生啊 而不是說我今天這個投機分子啊 我挑這個福德大的布施其他我就不管了 那像我個人以前也是這樣子投機分子嘛 因為資財有限嘛 可是應該隨緣嘛 隨緣布施 就是隨你 隨剛才在我們剛才讀的那個 呃 新聞法本的那個經文裡面 有講到說 隨心所喜嘛 當思於彼 你在那樣的情況下 然後你的內心歡喜你就布施嘛 你幹嘛還挑對象呢 在這裡講到說佛陀自義過去世曾經修慈心七年 得到很大的果報 投身為無數次的轉人聖王 他擁有非常多的資財 那這段經文都跟我們之前所讀的福經是內容是一樣的 那下面開始有不同 比丘啊 應當知道 凡夫染息五欲 沒有驗足 聖人智慧沉滿 而常知足 比丘啊 一切諸行啊 都是會過去都是會滅盡 都是會變異的 這些種種的器具啊 以及名稱啊 通通都會消滅啊 因此啊 要永遠熄滅諸行啊 要厭離離欲解脫 比丘啊 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是無常的 凡是無常的是苦嗎 是苦的 凡是無常苦 這是變異法 聖地指您於其中 既我 亦我相在嗎 既我就是指 既指這個色是我 亦我就是指這個色是我所 相在就是指 色在我中 我在色中 比丘回答說 不 同樣的 受想行事 是常還是無常呢 這是無常的 凡是無常的 它是苦嗎 是苦 凡是無常苦 這是變異法 聖地指您在其中 既指色 這個 是是我 是是我所 我 我在世中 我在世中 是在我中嗎 不 所有色啊 不論是過去 或者未來 或者現在 或者內 或者外 出細 好醜 遠近 它們一切都 不是我 不是我所啊 我不在色中 色不在我中 同樣的 受想行事啊 不論過去 未來 未來 現在 內外 出細 好醜 遠近 它們啊 都不是我啊 不是我所啊 我不在它們之中 它們不在我之中 對於色啊 應當深厭 離遇 解脫 同樣的 對於受想行事 應當深厭 離遇 解脫 解脫之見 我身已盡 犯行已立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候有 這時 這個比丘 聽聞佛所說 永越歡喜 坐禮而去 時常思維 土團的批譽 這個教授 獨自在近處 精情思維 不放易住 不放易住之後 之所以善男子 剔除虛法 正性非家 出家學道 這是為了究竟 無上的犯行 見法 自知身作正 我身已盡 犯行已立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候有 這時 這個尊者 也自知法 心得解脫 成為阿羅漢 所以這個經文的重點是什麼 它的重點是講這個 轉人生亡的福報有多少嗎 它的重點是在講 修辭的福德嗎 經文的重點到底在說什麼 對 這個經文 它的重點是 武運還有一切有違法 通通都是 就是說這個一切 就是說武運跟一切的事物 都是無償變異的 這個在其中 是找不到我的 即使有再大的福報 就像轉人生亡所擁有的 八萬四千像馬車 城市宮殿等等 最後都是歸於毀滅 這些東西都是無償的 那這個無償的就是苦 苦的就是非我 所以對於這個非我 對於這個無償苦的 要武運對他們升起厭 而離愈 終究能夠得到解脫 所以這個經文的重點是這樣 就佛陀稍微轉了一下 因為比丘問的是這個 武運是長橫的嗎 佛陀說 這個 在我手中的小土團 根本就連我都找不到 哪裡有什麼償可以得 就講說自己以前修辭福報這麼這麼大 可是這些都歸於謀滅了 所以對於這些色受想形式 都要去觀察他們 不是我 不是我所有 而從這個色受想形式中 能夠深厭離愈解脫 這是經文的重點 我們剛才一起閱讀了 雜寒經第264經 同樣的經文在中阿寒經裡面 叫做牛糞玉經 在中阿寒經裡面 佛陀不是手握著這個小土團 而是握著一小撮牛糞 那陳時論就引用經中所講的 由於我往昔七年修籍詞的緣故 因此在七大節不返回此世間 這個修辭是異葉 那這個修辭 這個異葉的果報很大 七節不返回世間 所以這個異葉的果報很 異葉很重大 它的果報是能夠普遍覆蓋一切世界 要嘛在這個色界天 然後再到這個欲界天 當這個第四天 乃至於在人間成為轉輪聖王 第六點 異葉是重大的 例如由於異葉果報的緣故 受命八萬大節 這是指修 非響非非響觸定 投生到非響非響觸天 在這裡受命是八萬大節 那這個修定 它是屬於異葉 那它得到果報是 受命八萬大節 這個異葉的果報這麼大 代表這個異葉比牲口異葉還要重 第七點 異葉的勢力是勝過生與業的 例如行善者將命中時 升起邪見心便墮入地獄 行不善者死時升起正見心便投生天上 那像這個邪見心、正見心都是異葉 那這個臨時的異葉 影響這個下輩子的投生處 由此可知 異葉是比生與業更重大的 那這個出自分別大業經 我們上一次上課的時候 整個分別大業經都解說過了 那在裡面有一個重點 這是誠實論裡面 時常引用到的 經文的內容我大致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三謀題跟外道有一個對答 那這個三謀題講到說 故作業做以成的必受苦報 那佛陀聽到三謀題這麼回答 就說這個三謀題是愚痴人 應該要這樣子回答 就是說 凡事故作樂業做以成的應當受樂報 凡事故作苦業做以成的應當受苦報 凡事故作不苦不樂業做以成的應當受不苦不樂報 那雖然是這樣子講 還要再進一步分別 剛講說這個做樂業受樂報 可是有一些情況並不是這樣子 行善的人死後卻入地獄 剛不是講說這個行善業受樂報嗎 那為什麼說行食善者有死後入地獄的情況呢 所以針對這個情況要加以分析 為什麼會死後入地獄 首先是他所做的這個食善 他可能是現報 在現世已經受報完畢了 所以對他的這個死後他沒有影響 第二個是他所行的食善是在第三聲以後才受報 叫做後報 他所行的食善不是生報 不是在刺事能夠受報 所以這個第一個原因是他所行的食善 在什麼時候敢得果報 第二個是死後入地獄是什麼原因呢 第一個因為以前啊 往昔他造了惡業 第二個啊 可能性是因為他死時生起邪見 這個邪見是屬於異業嘛 那同樣的道理 行食惡的人 死後卻能夠升天 剛不是講說這個故作惡業受苦報嗎 那為什麼行食惡的人死後能夠升天呢 所以要分析這個情況啊 他所造的食惡 並不是在刺事能夠升報 並不是在刺事能夠受報 他不屬於升報 他可能是限報 在限制就受報完成了 所以不能對刺事產生什麼影響 第二個他是在第三聲以後才受報 那這個人死後升天啊 是因為以前有做三頁 因這個三頁而升天 或者啊 是因為他死的時候生起邪見 這個是屬於異業 所以陳時論根據這個經文說啊 這個異業是 他的這個 是很很重大的啊 死的時候啊 生邪見或者是邪見啊 會能夠影響我們刺事的這個投身處啊 所以分別大業經非常重要 就是說 行惡者在刺事升天 行善者在刺事投身地獄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個原因啊 必須要將他釐清 並不是因為行善而讓他導致刺事入地獄 並不是因為行惡而讓他刺事升天 那在這個阿比達摩概要經節裡面 講到有四種業啊 他敢得這個下輩子 就是說他的影響力是不一樣的 對於下輩子的投身 他的這個影響力不一樣 第一個是種業 所以一種業的話 以善來講啊 例如禪定 以惡來講啊 例如是忤逆罪 跟邪見 這個是 這種業他是會決定我們下輩子的去處 如果我們有這個業的話 他會優先的決定 就是說我們造了忤逆罪 你就不用管其他的業了 下輩子就是無間地獄了 第二個是臨死業 就是說如果沒有種業的話 臨死業會決定下一輩子的去處 臨死業就是指我們臨死前 心裡所意念的或者是所做的業 所以剛剛講到說 這個死時生起政見或者邪見 這個會影響到他下輩子投身處 在沒有種業的情況下 臨死業有著優先的決定 第三個是慣行業 就是我們時常習慣去做的業 第四個是乙作業 就是三者除外的業 那種業被比喻是最強壯的牛 最強壯的牛第一個擠出柵欄 就是說他可以優先的決定 這個下輩子的去處 那如果沒有最強壯的牛 這個臨死業就像是最接近柵欄的牛 他第一個出去 那慣行業就是像這個時常去注意這個柵欄 有沒有打開的這個牛 在沒有種業跟臨死業的情況下 慣行業會導致下一輩子的去處 所以他有這樣的一個順序 今天上課到這裡 請各位將課堂若有生起任何功德做一回向 週末 金 感谢观看